第二集 便如沐浊华所料,沐家人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他们逃走的第三天。 大娘子气得搅碎了帕子,怒冲冲来到碧若居告状。 慕容正与她的新妾室密歪着,糊里糊涂地听了一耳朵,半晌才问道。 小七?是哪个? 大娘子深吸了口气。 顾一孝的女儿,卓华。 顾一孝,又是谁啊? 慕容脑海中模模糊糊闪过一张青丽绝伦的容颜,毕竟是死了多年,又有了许多的新欢。 哪里还记得旧人的长相与性命? 至于这个名为浊华的女儿,隐约记得是个低眉顺目的乖巧模样。 至于什么长相,却也是记不得了,她的儿女实在太多了。 哦,是她呀。 她却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大娘子气恼道。 我已答应了庄献令,将小七给她当填房,现在小七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叫我怎么给人家交代。 慕容无所谓地摆摆手。 既然小七不见了,就让小八添上吧。 大娘子皱着眉头思索。 小七和小八只差了几个月,相貌却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本来这亲事是小八母女求着要的,奈何庄县令一眼就看中小七的美貌,如今让小八替婚。 他们母女倒是乐意,就是县令哪儿。 慕容已经不耐烦了。 小七跑了就跑了吧,爱也不小了,会照顾自己的。 这么点小事你处理就好,不要再来烦我了。 可是庄县令。 大娘子站了起来。 哎,不过是个县令罢了。 慕容不在意地挥了挥手,挽着十把小妾的手臂点出了门。 他答应了今日陪她游壶,特地打造了一艘莲花画坊。 只因她名字里有个帘子。 大娘子冷冷地看了一眼狗男女的背影,不欺然想起了顾一笑的模样。 当年见到顾一笑的面容,她真正感受到了何谓一笑倾国。 她以为这个女人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结果是她想差了,顾一笑入门不到半年,慕容便又有了新欢。 大娘子终于知道,慕容爱的不是花,她只是爱摘花。 摘下来的花自然是会死的。 大丫伙问她,夫人,还要派人去追齐小姐吗? 过了这么久,哪里还能追到? 一个生得那般好模样的柔弱姑娘,只身在外,又能活得了几日。 大娘子摆摆手,淡淡道。 就对外说,齐小姐突发抱病,送回乡下养了。 主仆俩不紧不慢地赶路,在半路的客栈里,过了个冷清,却又温馨安逸的出席。 到达定京的时候,已是正月初五了。 顶京城东的一条漏巷中,悄无声息地多了两个小小的身影。 主仆俩租了一个小院子,付了半年的租金,便花去了一半的积蓄。 这还是主人家见他们俩年纪小,嘴又甜,少收了一成。 咱们这条街呀,名叫花巷,这边是卖花的,那边也是卖花的,卖的呀,却是另一种花。 妇人挑挑眉,露出一个有些嫌弃的表情。 唉,你们两个姑娘呀,晚上还是少出门,免得遇上不好的事。 妇人看着眼前两个单薄瘦小的姑娘,不免心生几分怜惜关爱之意。 主仆俩穿着青灰色的粗布衣服,想着为了行路方便。 两人都做男装打扮,但仔细看还是看得出原本的性别。 慕卓华的母亲在青楼长大,梳妆打扮自然是一把好手。 慕卓华自小耳濡目染,颇得真传,只是将这化妆打扮的法子稍加改变。 别人是想着怎么打扮好看,她反其道而行,简简单单在脸上涂画几笔,便掩去了眉眼间的艳色。 旁人乍看上去,只觉得这是个有些娇憨、朴实的小姑娘,生不出起念与敌意。 便是房东这样精明势力的妇人,看着她湿润黑亮的毛子,也忍不住心存几分怜爱,多了几句关怀。 慕卓华将自己的录影给妇人看了,妇人不识字,摆摆手推回去。 慕卓华含着笑说, 多谢陆大娘关照,我们两人此番上京,是为了参加会试,学计不会给大娘惹麻烦的。 陆姓妇人一听,顿时惊愕道。 哎哟,看你年纪轻轻,想不到竟是个女举人啊。 慕卓华有些羞怯地低下头。 家母早逝,父亲便让我跟她读了几年书。 陆大娘听了,越发地怜惜喜爱慕卓华了。 原来如此,真是难为你如此上京啊。 虽说如今开放了女子科举,但女举人仍是稀罕得很。 你们主仆俩呀,在京城若是遇上什么男士,便来找大娘,我就住在三里外的地方。